我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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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主 好,對啦,你很好 好,先生,我們拍賓大家好 我是軍醫的 可以叫我一樣就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利用數據跟技術 然後實現公平教育 那分之前上下半場 那上半場部分會有 我現在跟大家稍微簡介一下 軍醫這個組織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 對,以及他的這個歷史脈絡 讓大家可以稍微有一些帶入感 那下半場後會有 我們資料工程師跟大家介紹 這比較 比較技術面上面的 我們怎麼利用AI 或者是技術幫助這個 現場教育 然後 同時又讓工程師可以玩 比較開心的技術 對 好,那 好,所以上半場部分 我先介紹軍醫 跟軍醫現在的產品服務 那今天也是Costcov 也是開源的年會 所以我們講一些 包含開源的一些 包含 content API 之類 我們到底開源了什麼事情 對 好,那下半場就是比較 從我們怎麼幫助弱勢孩童 然後開始一直走到說 那數據在這上面 到底做了多重要的事情 以及我們用什麼樣的架構 或者是比較前瞻的這些 也不一定前瞻 就是比較 Hardcore一點的技術 是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我 對,那這個是我小孩 就是稍微曬一下小孩 這樣子 對,那 橘色 你可以看到左邊 你們的左邊 就是我是一位家長 然後也是教育者 那在群英現在也是做管理方面的工作 這樣子 那我管理的比較偏 就是技術面上面的管理 包含軟體 然後設計師 跟資料科學家 以及產品經理這一塊 對,那這比較soft一點 就用橘色代替 那右邊就是我當過工程師 然後產品經理跟資料科學家 這個就是比較 就大家看得出來 我就是工程師出身的 卡哈曼工尾這樣子 對,上一場秀集 就是全場台語獎 那我台語有時候也給大家開 想要講一下 這樣子 對 好,然後 這個是遮到 對,然後我之前有待過 就是不同類型的公司 然後從台灣傳產 一直到外商新創 然後也自己創過業 對,但就是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所以創業通過失敗 失敗告退局多這樣子 對,所以大概就是有蠻多產業界 產業上面經驗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說 因為大家時間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有那麼多的 你跨了這麼多產業 去了這麼多家公司 那代表說 你也不一定真的是 每家公司都精深 譬如說 我就覺得我寫扣的能力 就沒有我們家工程師厲害 這樣子 對 好,我覺得大概就是 所以到現在我大概 比較看清楚自己 就是說 我比較適合當個協調者 這樣的角色 這樣子 或是當PM這樣的角色 對 好,那我稍微介紹一下軍醫 我們使命願景就是說 讓每個孩子 其實不論出生 都有機會成為終身學習者 不管今天是在偏鄉 或者是在這個都市 或者是你是富二代 還是就是家裡就是 有一些困難 那其實就是不論出生 我們就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成為 終身學習者的這樣一個角色 對 好 那 然後所以軍醫的使命 就是說透過我們這些網路科技 或者是比較方便的這個模式 讓免費提供所有孩子 一些學習資源 那這是我們早期的一個模式 那等一下後面你會看到 聽到說早期我們是主要做 線上的模式居多 那現在我們慢慢做一些 屬於線下的一些 這個人跟人之間 face to face的這個 這個溝通跟 這個 陪伴 對 好 會長什麼樣子呢 好 然後這個是軍醫 這幾年來 我們大概從2012開始上線 那時候只是產品 還不是一家公司 那只是產品而已 那一直到 2017年 然後這家基金會才正式成立 那之前都是在 另外一家基金會叫做 城治教育基金會的這個 這個 算是它的它的產品 軍醫算是城治教育基金會的一個產品 那直到2017才spin off成為一家公司 這樣子 對 2021嘛 那時候就疫情期間 我們就稱為就是說 那個 叫什麼 WAU 是一週裡面的流量 大概會到55萬的這個學生 其實我們不是最高的 有另外一家我們的友好夥伴 叫學習吧 他們一週可以突破好像80萬還是100萬這樣子 對他們更高 對 所以各自都有各自很不錯的地方 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們基金會大概圍繞這三件事情 就是免費優質的學習資源跟平台 然後 左下角就是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做到教師的數位轉型 因為很多教師其實 他到現在都不一定很習慣 一般是 COVID-19來了之後 他都還不習慣怎麼樣用數位產品 例如開個 在座我猜各位很多應該開Google Meet都不是問題 或是開個Google Doc 在上面編輯東西 應該就是對大家來講都是 在場各位來講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 其實現場很多老師 大部分都已經 甚至50歲60歲以上的老師 他們都不會習慣這些這些數位的產品 更不要說用這些產品平台去教學生 但我不是怪罪說這些老師不肯學或不學 就是我自己想想看 我爸媽正式接受用LINE傳早安土給我 都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做到 就是說數位教師的這個數位轉型 那另外還要結合生態系的合作倡議 因為 其實生態系跟 如果大家有知道公司 或者是在學校都會有那種派系之爭 那在教育圈裡面 不會延應該也有所謂的派系之爭 那我們希望可以打破這個 所謂的派系的股倉 對 講白一點 在公司裡面 工程師跟PM都會互相打架 互相看不爽了 那更不用說公司跟公司 公部門跟私部門 公司部門跟基金會之間 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為什麼你做比較好 為什麼不是看我們家的影片 要看你們家的影片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也希望教育的生態系 可以合作倡議 就像現在Cost Cup一樣 什麼 就是每一個開園的 或者就算你不開園 你覺得你的理念很好 或是你有好東西 都拿出來分享 好 這個是我們這一幾年的獲獎的紀錄 我覺得這個還好 就是總統換天獎、傳戰獎跟亞洲最大創投平台 有給我們一些支持 就是我們其實會希望說 我們得到支持是得到 不只是台灣民眾的支持 當然民眾支持也很重要 但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打破生態系的這個隔閡 其實我們需要國際的一些支持的力量 比如說google.org 也給我們一些捐款 然後 有co.org之類的 都會覺得說我們台灣做Steam也做得很好 那台灣這個數位教育可以成為一個典範 然後推廣出來國際這樣子 對 那其實有時候就是藉由這樣的方式 讓台灣的政府可以更重視到說 民間其實有辦法做好這個數位教育這件事情 不是什麼事情都要中央政府來做 而是we can help 但我沒有來diss任何人 對 希望比較誤會 然後軍業產品服務就是 我們會提供所有孩子 我們希望可以用所有孩子個人化 深度學習的內容跟環境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三個圈圈 其實軍醫最早在做藍色的地方 就是知識的傳遞 就是我們希望把知識這件事情 封裝成一種標準化 或者是 或者是可以推到線上去 讓大家可以都看得到用得到的東西 但後來我們發現說 在偏鄉裡面 其實孩子不是不肯學 他是沒有人陪他學 而且他不知道學了可以做什麼用 對 那我們發現說 其實大多數就是動機跟動力沒有起來 因為在座各位如果 自己有曾經學過一樣東西 學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發現不是那個知識很好學 是你知道那個知識對你有用 或者是 比如說溜冰好了 還是說打雨球 就是你知道這個動力火起來之後 沒有人推著你學 你也會學得好 不僅學得到好到100分 但是你會持續學 就像我現在 我很愛打籃球 但我上不了NBA 我還是會持續打 之類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 怎麼樣把孩子的品格 或是我們叫非認知能力這件事情 讓他可以去知道 包含他的社會情緒學習 可以把它給提升起來 其實對於我們純粹只是把教育 藍色那條線之外 我們來做橘色這條線 叫做 我們把品格跟非認知能力這件事情 想要把它做好 對那也是 大概是我們這一兩年的計畫 尤其在疫情下之後 我們發現說 學生他沒有到學校 沒有老師盯著看 或是老師陪伴下 他回到家之後 其實 就整個就是很容易就散掉了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下面那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 當你有知識有態度 或是比較品格 或非認知能力之外 你的技能就是綜合 你怎麼跟別人協作 怎麼樣去實踐說 你一個project-based的東西 那你要怎麼把這件事情 綜合把它做得好 那也就是現在 台灣提倡就是素養教育 或者是這個PBL 就是project-based learning 專案式的學習這件事情 也希望把它做好 所以其實我們scope 開始從藍色那一塊 開始長到就是說 希望把 好 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個 對 好 中生不錯 讓我想到在學校講 教育都蠻易近的 對 好 然後 對 就是這三個確定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對 那四個框框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四大平台 這樣 所以均衣不是只有均衣教育平台 它還有其他的平台 會有在 持續的在這個 ungoing 中 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均衣平台 大家就熟悉 就是應該關鍵字查就可以查得到 那我們主要就是推自主教育 跟 智慧助教這件事情 那後面會講到我們怎麼做智慧助教這件事情 這十年前就在講 就一直在想說用 machine learning 還是什麼 什麼 coding的技術做 其實我們都沒有做得很成功 一直到現在 GPT 出現之後 我們看到一點點曙光 但其實我們還在努力中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產品叫做 share class share class 再顧名思義就是希望老師把它class 因為老師會背課 他會有投影片 他會有google doc 或者是他會有pdf 之類的 那我們就希望說把這些東西share出來 有點像是工程師 都很喜歡把自己的code 上傳Github一樣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教育界的Github 那希望他就是share class 這樣 所以說資源可以共享 然後其他老師背課的時候 也可以拿他來背課 甚至在上面繼續 從一樓蓋到二樓 二樓蓋到三樓這樣子 對 不要重新造輪子 對 好 那我們也做教師的研習培訓 不過這一塊其實是蠻困難的一塊 就是 每個老師其實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們也會以這件事情為驕傲 尤其是越老的老師 不能說越資深的老師 又越對自己的教學應以為 他覺得我不需要上你們的研習 為什麼我不用我的方式教之類的 所以我們想要說打破這個隔閡 就是說 怎麼幫資深老師願意去接受數位的幫助 我們不是要取代他 而是幫他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那 另外一塊就是之前老師他其實會很困難 因為 國家國家政策 比如說國家有國家平台 民間有N大平台 N個1234個大平台 他們也不知道高級該學哪一個 哪一個是好的 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一塊在經營上面 會遇到就是說 老師不同的segmentation 就是不同的資深資淺的面向 他們遇到困難會不一樣這樣子 對更不用說他們還有那種 學校行政跟教學的壓力在身上 對 所以有時候他們去 就不會演 所以這件直播我還是要不會演 就是說 老師其實有時候去參加執習 就是刷個KPI而已 對 就是他們其實也很不得已 對 跟學生一樣 你沒有那個點燃他的動力 他去學校就只是刷一堂課的出席率而已 對 所以老師其實也是蠻需要被help的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平台叫做非認知能力平台 那這個還沒有公開釋放出來給大家用 那主要是這塊蠻敏感的 就是其實有點像是以前我們學校大家都寫過 在小學的時候都有家庭聯絡部 每天都會寫雜記或者是週記之類的 都會寫一些東西跟老師聊聊看 或者是回報給老師 或家長也會寫一些話給老師 可是這些東西都沒有留存下來 都在我們的壓箱寶準備搶給下一代 對 就是下次搬家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把它丟掉 在那一塊裡面 可是那都是厚厚的資料 那都是一些不是成績 但是很重要 我們人生歷程很重要的資料 還有你有時候回去看 當年我的志願到底在寫什麼 你現在可能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但我只覺得我現在拿出來看 應該會覺得蠻溫心的 也可能會蠻丟臉的 這樣子 但我可能自己看不會給別人看 可是那些就是你 你童年的經歷 為什麼沒有把它數位化保存下來 像是你的健保一樣 你每次看一次醫生 你的病歷都會被留下來 那甚至那些東西都可以轉化成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孩子未來會變這樣 當然有點像貼標籤 可能這中間的那個拿捏就要拿捏得很好 你不能因為這個孩子寫了什麼事情 都覺得他是壞孩子 對 但是這些紀錄是不是值得被保存的 我們就是技術歸技術 但解讀歸解讀 對 可以保存的資料 我們就盡量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才做這個非認知能力平台這樣子 那現在在測試當中跟我們的合作夥伴 就是城市教育區經會底下 11間KIST的學校在做這個 偏鄉學校在做這個合作 我們希望說 藉由說他們的老師或教練 把他們的日常生活記錄下來 然後讓他一年級生二年級 二年級生三年級都換老師的時候 那老師可以輕鬆的接軌 我只要看數位記錄就知道 這個孩子以前怎麼了 他們老師對他的評語是什麼 而不是還要去再磨合一年 所以下一年我好被磨合完之後 又要換老師了這樣子 對 好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是Mentor的媒合平台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在學校不只是這個知識的教育很重要之外 那學生他在能跟人的應對 然後還有這個品格上 非人知能力上面 有時候我們 就是還 就是 會太依賴數位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拉回來平衡點 有時候人跟人之間的那個talk 或是眼神跟眼神之間的交會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不然 就像疫情後的孩子 其實很多很多 他就是變成 他只習慣看線上 他不習慣去學校上課 聽老師在這邊這樣子講 他耳朵吸收不進去了 他現在變成他眼睛很厲害 但他耳朵不行了 對 這其實是疫情下我們發現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又要讓他重新回到現場 然後用耳朵聽老師講 然後眼睛再退化嗎 這有點奇怪 但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有這個mentor 的媒合平台 然後可以讓學生從本來的學科輔導在線上 那可以慢慢進入到就是說 他連生涯也有輔導 因為有時候博山 甚至大家有時候高中在學科系的時候 很窘境就是我考到幾分 所以我去那間學校 而不是我本來從小到大 我都知道 不一定要都知道 我大概有個方向感 而且我探索過了 所以我知道大學要讀哪裡 讀哪個科系 沒有 我們都是從大學畢業之後 我自己從大學畢業之後才開始在探索 但探索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是從高中、國中就可以開始了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這個機制 有沒有機會說帶到就是 這個從國小或國中開始炸根這樣子 對 那尤其是偏鄉 偏鄉孩子更需要這種 因為說都市的孩子 可能他爸媽都會送他去補習班 甚至有些每年都出國或怎麼樣的 他眼界其實早就開了 但偏鄉孩子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有這樣的 生涯輔導的這種線下的計畫 但其實也不是完全線下 我們是把譬如說一些羽球國手 或者是在Google的工程師 他們已經走過生涯一段路之後 他們願意當個 就像上一場秀吉說的 從Taker變Giver 他們願意從本來拿社會資源很多的人 變成願意回放給社會的人 所以我們把這些人 把他媒合到偏鄉的孩子身上 也讓偏鄉孩子知道說 其實他們心心念念說 我想成為一個NBA國 我讓他打進NBA 或我想要像尬古賞品一樣成為棒球的最高電堂 那中間到底要經過多少路 那真的是他想要的嗎 讓過來人告訴這些國中生或高中生們這樣子 對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實在之後也會分享大家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再看看 就是交換分享平台 大家可以open access上去 就是我們content open在那邊 然後非認知能力平台跟mentor媒合平台 其實不只是國高中生他們如果有需要可以上來這邊用 甚至在場各位如果願意成為giver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現在有在開放就是說 不是開放就是在徵選甚至培訓說 願意到偏鄉 但是你不用人真的過去 你就是開Google Meet 只要你早上7點30分起的來的話 對 然後都可以跟這些孩子們聊聊天 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經驗之類的 對 好 那 這個是Juter的英文的數位佳教 就是我們最近在用 那個Church GPTi實驗的一個 一個 新功能 對 那也是對標就是open AI 還有開一個叫speak 的這個 這個產品 對 那我們就是要抄它 是對標 對 功能完全不一樣 但只是稍微示意一下 就是說open AI 的speak 它是要花錢才能用得到的英文的這個 輔助學習的工具 但均勻想要說把這件事情就是開源出來 甚至把它open成一個產品 讓台灣的小朋友不用花錢就可以用到 這樣子 對 那我們想要做的話就是說 比較精準的立即反饋 然後提升口說 我們是從口說開始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英文的產品都是從 從讀跟寫 聽說 讀寫 反正就是從印式教育開始 但是其實台灣的 考試制度下其實沒有很少口說 好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你看 然後 我們想要 Tutor Tutor 其實J 就是均一 均一的Tutor Tutor 就是佳教 我們希望它可以發揮的特色就是 精準的立即回饋 而且是先從口說開始 那我們下一步會做作文 就是從寫 就是這兩項其實是台灣 這個印式教育中比較少會被 會被照顧到的地方 對 那以及幫助偏鄉在英語上面學習 對 好 那這demo我就 它本來是個影片 我就先不demo 大家可以再上去試試看 對 那我們會有一個Waiting List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試用看看 那大部分都會通過 對 如果家長願意 像我現在就是常常 它不只是只有 那個口說跟聽力 然後它還有一個床前故事的功能 那我現在晚上睡覺前 就會給我小朋友聽 對 他每天都會跟我要新的故事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如果現場有家長想要用 也可以申請Waiting List 去使用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QR Code 對 那申請之後就可以 上均衣可以試用到這樣子 對 那也可以註明 註明就是2023CostCover 這邊參加看到的 對 好 那再往下走 好 那均衣的開源服務 大概目前有 我們又累積了蠻多的 這個學生的學習歷程的data 那我們有把它上到就是CACO CACO就是一個國際上 國際上offend data 常常在用的 大家都把他的data 可以開源的上去到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給每個 譬如說 研究生或者是教授他們做研究 或者是有人願意去做開源的 他們需要這樣的data 因為其實老師說 在做data 在做研究上面 學習研究上面 最難的就是得到真實的data數據 尤其是在做 甚至像很多lab 實驗室他們在做田野調查 拿到的資料頂多就是 100筆200筆已經很多了 對 所以像這種上萬筆上億筆的資料 其實是很難拿到的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開源出來 但他一定有他不好的地方 就是不夠好的地方 對 那我們希望說從這邊就可以開始 就是說慢慢累積 真的是 當然我們去識別化 這一定就是一定要 就是不讓小朋友的數據 被別人認出來是誰 對 那我們也被拿去 就是說 拿這數據拿去就是 一個是拿我們的數據去發表論文 然後做研究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也被北京大學那邊拿去做比較 就是北京大學有他們自己的 你想想像就像中國的軍藝好了 那就拿我們這個來比較說 他們的比較好 然後我們的成效很差 你看他們的open data就怎麼差 之類的 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open data就是這樣 我就秀出來給你看 那你要拿來比較就比較 對 另外我們提供就是open content API 就是我們在上面我們的content都是 可以通過API去直接得到 就是說你今天想要復刻一個 另外一個軍藝我們就不反對 就是content就在那邊 要拿就拿去 沒關係 對不要爬蟲了 因為爬蟲我們那個機器很傷 對就很貴 對 那要就拿API有正門 好手就好了 不要去爬窗戶 爬窗戶危險 對 好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open live 就是疫情下我們發現就是說 我們家的工程師平常都已經不太講話了 然後他們放苦歸山之後 回到家裡他們更不講話 就是沒有那種交流 甚至有人到職然後離職都還互相不認識 你來過我們家 對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個微分享文化 就是每個人每天中午 大家可以分享一個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一定要coding 但工程師一開始都分享都是coding的事情 對 後來他們現在分享有人喜歡 種植多肉植物 有人喜歡畫山水畫 然後有人喜歡溜冰 甚至還直接開直播賣自己不要滑板 這樣之類的 就是把茶水間搬到仙帳去 對 所以我們也是蠻open live 所以如果在場有工程師想要看一下 你有興趣想要加入軍醫 先看一下這邊的人合不合你的胃口 對可以先看一下 對應該很少公司會揭露自己的私生活 對 然後我們也open我們的office 給像今年就是 宜蘭的偏鄉的小學生有到我們學校參加 到我們辦公室參觀 那我們設計的那種 有點像是密室逃脫的關卡給他們玩 對 那其實他們已經等了兩年 就從疫情前一直到疫情後 剛好今年他們六年級到畢業 終於可以來 這樣子 對 不然算是幫我們圓一個夢 對我們來說其實很簡單 就很小的一個夢 但對他們來說他們等了快三年這樣子 好像少了一點,沒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說每個孩子其實 回應剛剛說的 我們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成為終身學習者 就希望每個孩子都有均等機會 而且用自己的步調可以學習 然後成長過程中 我們真的很希望他們可以養成自學習慣 因為養成自學習慣 以後你不要用均衣 我都覺得沒關係 因為世界上比我們好的平台太多了 Cocera、克罕那些都很好 你只要有自學習慣 世界上的資源都變成你的資源了 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 就可以比較容易成就自己的未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的部分可能就要Stand 等一下可以QA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問我們問題 後面比較技術的部分就交給鄭宇這邊 感謝大家 謝謝楊哥剛剛介紹我們均衣的服務 還有一些簡介跟我們一些開源上面的產品跟相關的應用 OK那接下來我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從Data Team的角度 我們怎麼利用資料來做到我們的願景 就是無論出生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成為終身的學習者 那首先我們先來聊一下 我們如何提升弱勢學童他們的學習表現 OK那聊到弱勢的話 第一個印象是說 可能是不是低收入戶 或是他是不是地處偏遠 或是不是臨有身心障礙手冊等等 那像這種比較rule-based去定義什麼是弱勢的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例如說舉學校為例子好了 他這個學校可能不是符合偏遠學校的條件 但他同時也不是處在資源很豐富的市區 那可能就造就成說 他其實是一個弱勢的環境 然後變成學生也是相對弱勢的 所以其實你去明確定義說 什麼是弱勢其實非常困難 而且去可能去評估的 那軍醫其實也很能去做到說 我們去扭轉學生他的弱勢 例如說讓父母更有時間陪小朋友 或是提升他們家庭的經濟收入 或是解決少數學生問題等等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數位教育的方式 來讓獲取學習資源這件事情變得更公平 那我們可以例如說讓他的學習表現變得更好 最簡單明瞭的評估方式就是他的分數 當然分數不是一個唯一衡量學生好壞的標準 但只要他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在數位教育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究竟怎麼去幫助學生 我們究竟做得多好 那一個很好的抽點就是學服 我們就是學習輔助 那也就是我們以前可能會聽到的補救教學 也就是我們針對他學習比較跟不上的學生們 去做比較針對性的教學 然後讓他們能夠比較跟得上學習的腳步 OK 那在進入學服之前 我們要先講一下星空探險隊 星空探險隊的話就是軍醫每年的年末 會舉辦的一個學習型的活動 這個活動差不多是會為期一個月 那我們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學習來累積星空點數 那星空點數的話我們再會以班級為單位來幫學生做排名 所以這樣的學習活動就是主要想要利用團隊合作 還有遊戲化學習這種比較課本外的方式來進行學習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學習輔助 然後又講了弱勢 又講了星空探險隊 那我們把這幾個概念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宜蘭專屬的星空探險隊 OK 那為什麼要聊宜蘭專屬的星空探險隊呢 一是宜蘭的專屬的星空探險隊有六成是學服的學生 所以我們可以很好的去考慮說 我們辦這樣的學習活動 他在學服學生這個群體上面的成效的關聯是如何 那接下來是我們Data Team 是第一線去接收學服學生資料的Team 那當然我們又有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也懂一些資料分析 所以我們就順點成這樣的來主辦這一次的 宜蘭專屬的星空探險隊 那當然還有一些設計、行銷的資源 都要再找兜蘭的夥伴來處理 那也是因為軟體Team把Coach非常好 我們才有機會輕鬆舉辦這樣的活動 OK 那最後是這次的星空探險隊 它題目主要是學服的長錯題 所以我們可以很好的去針對學服的學生 去給他們需要的教學內容 OK 那我們簡單來敘述一下活動概況 參加的學生有1,175個 參加隊友是95隊 總共有55個老師來帶領這些學生 那辦了這樣的學習活動 我們就會想要知道它的成效是如何 例如說我們可能會好奇有人用嗎 或者他花多少時間使用 那他們的學習狀況是如何 OK 那我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 我們喚醒的使用者大概是平時1.72倍 也就是在剛剛提到的1,175個學生裡面 在過去非開賽期間平均的使用人士是552個 在開賽之後就是950個 其中又有6成是學服學生 那剛才有聊到我們主要題目都是學服的長錯題 所以我們就會好奇他們在洗衣上面的狀況如何 那它其實時間差不多是平時使用的2.4倍 那最後一個是技能成長 技能成長的話它需要打對洗題 它才能夠讓技能成長 所以這是一個不錯的指標讓我們知道學生他會學習狀況如何 那這個指標的話差不多是平時的10.7倍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來看一下圖表 我們直接看橘色光光框檢的部分 也是5月我們舉辦的那4個月 可以看到使用者比平常都多更多 那這個是細體的練習時間 OK 那最後一個是技能成長的幅度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下2022年的星空成效 那有參加過星空探險隊的學生 他通過學服成長測驗的比例是42% 那沒有參加星空探險隊 他的通過測比例是30% 那這個是2022年的資料 2023年的話要等到今年的年末才能夠去評估 因為他這個學服成長是一年只會舉辦一次的在年末舉行 所以我們這時候可能就會有一個疑問 那為什麼要用學服測驗這麼落後的指標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比較大的議題 像是數據素養或是說信任度 還有跟學校關係等等 所以我們像這種每一個小成就其實都是 邁向更大目標的一個籌碼 例如說我們先從一個老師開始 然後再到一個學校 再到一個縣市 再到多個縣市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漫長 也難一步到位的 花時間慢慢去跟學校培養關係 例如說我可能很難一開始就跟學校老師說 老師你就按照這個資料的格式 然後匯入到我們的Google Cloud Storage裡面 就是完全不可能 故事不會那麼順利的發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 需要去循序漸進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這條路上 OK 那為了要達到我們剛說的這個遠大的目標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可能自己需要培養數據圈的文化 因為我們勢必得對數據文化數據素養 也有一套心得 我們才能夠把這套文化由內而外的來相當擴散 那我們自己的數據架構可能也得做好 我們才可以支持我們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接下來我再聊聊我們在數據圈的文化 還有數據架構上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好那我們先來聊聊資料成熟度 資料成熟度的話我們先粗淺的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Starting of Data 這個在這個階段的目標可能不會那麼明確 我們的資料架構可能也不是那麼清楚 可能還在規劃當中 那第二個Scaling of Data 我們可能已經有蠻清楚的數據規範了 那我們可能有一些擴展性不錯的數據架構 那我們會採用一些DevOps的方式來處理Data 第三個Leading of Data 整個組織可能已經有很成熟的數據驅動的文化 那我們可能可以從組織集來做資料治理 那不論是技術人員還是非技術人員 其實我們都很習慣從資料的角度來思考 然後利用資料來分析 那第二個是數據驅動 數據驅動的話在一個數據驅動成熟的組織 資料蒐集或是資料分析 可能已經是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 那比較困難的是 我們如何做到剛剛這邊提到的 Iterate Learning 就是我們怎麼去利用資料來做決策 做完決策之後我們還要取得成果 這只是第一步 還要利用取得成果 還有新的資料 新的feedback 再做更新的決策 然後取得更好的成果 OK 那再做到剛剛前的目標 就是Leading of Data 還有一個成熟的數據驅動文化 可能會面臨的挑戰 例如說在基礎設施跟數據品質上面 我們就要好的Infra 我們要做好Pipeline 我們要做好Monitoring 那在數據整合 還有可防東西上面 我們需要做好資料治理 我們還要讓資料的應用性是非常高的 那當然一個好的 讓使用者使用的BI工具是少不了的 那在最後的數據素養 我們其實要有Top-Down的力量 來支持來做這件事情 那同時也要能夠做Iterative Learning 這樣的一個循環 那在這幾個挑戰上面呢 均勻的做法 在基礎設施 例如說Monitoring跟Test 這個當然就是基本的 那麼目前在計畫在下半年來做到SLA SRI跟SLO 那這個就會比較偏向說 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態度 Data Product的態度來看待產出 那當然也會導致一些比較偏 Software Technic 像是CICD這樣的東西 那第二個數據整合跟可防溫性 我們目前在使用一個工具 叫做DBT Data Build Tool 那我們用這個DBT Tool 做來去做我們的Data的文件 那但是這個文件呢 其實是比較for技術人員看的 我們在今年下半年 是預計導入適合的工具 去做Data Catalog 那Data Collect 就是比較for非技術人員看 讓全組織的夥伴 都可以去很好的Access 軍營內部裡面的資料 也知道什麼資料 讓他們運用在自己內場 日常的業務上 那最後一個是數據素養 當然一個好的BI工具是少不了的 那這邊想特別提一下的是 個人認為在Data Team的 溝通能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們第一個聊到的 日常的Coffee Chat 來蒐集題目 因為軍營相對是規模比較小的組織 所以身為軍營的Data Team Member 你的工作可能是很跨排班了兩端 就是從Data Source到Data Serving 那越朝Data Serving的工作 你就越需要人際溝通 你可能沒有辦法 像在做排班的時候 說我的測試寫得不錯 然後我的速度也OK 然後看著自己的客人覺得 哇好漂亮 然後就可以交差了 沒有辦法 我們在做Data Serving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自己的PM 我們需要做好設計 做好訪談 然後不斷地去迭代到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那我們的產品可能是Matrix 或是Dashboard 或是相關的微服務等等 這個都是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Data Team裡面 你的溝通能力 其實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值得去培養的一個能力 OK 那接下來分享一些Use Cases 第一個是深度使用軍醫的老師 那我們內部的話 會稱他叫做Level 1老師 那基本上就是根據老師 在使用軍醫 還有相關的足跡 去定義說他是不是 深度使用的老師 OK 那我們自己目前 組織內的視頻 這些夥伴都很常看這個指標 常常去做一些決策 那我目前也在用同樣的邏輯 來定義學生 那用這種Level 1的好處就是 這樣其實很好的去拿到 組織集來做一個同樣的溝通 它是Level 1 OK 那第二個是學生觀看影片的習慣跟喜好 就是我們要去分析學生他在看影片上面的習慣跟喜好 因為這些影片很多都是由我們內容組的夥伴來製作的 他製作這些影片其實是礦日廢時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能夠把這些觀看影片的喜好跟內容組的夥伴 但智慧或是分析節目跟他們分享的話 那他們就可以集中心力在那些真正能夠吸引學生注意力的影片上面 不過後面還有很多Case 但是今天時間不太夠 我先簡單分享這兩個Case OK 好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數基礎測試 OK 那首先這次就是我們的Overview OK 我們大概分成六個階段 Source, Ingestion, Storage, Query and Processing, Trans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Output OK最主要是分成這六個階段 OK那第一個是Source Source的話我們當然最主要的大宗使用的還是軍藝平台後面的學習足跡 就是每個學生他在軍藝平台上面的足跡都會匯聚到這個Source來 那我們主要是分成兩個方式來進到我們的Data Warehouse 一個是Batch,一個是Streaming Batch的方式我們就分成三個區間 例如說Daily, Weekly跟Month來做 那Streaming的話當然就是即時性的達到我們的Data Warehouse 那會有這樣的差別 這也是主要是因為我們平台後面的Data Base 它其實不是以Log的顯示來記錄我們學生的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用例如說Invent Handler這樣的東西 然後以Streaming的方式打Log到我們的Data Warehouse裡面 那第二個我們很常用的就是GA 將近這個大家也比較熟悉一些些 那剛剛聊到的學服資料 那這個其實就是靠老師手動的把學生的學服資料 輸入到我們的GCS裡面 Google Cloud Storage 那另外還有一些捐款的資料 然後我們一些電器發送來構成這個Source 那接下來是Storage DataStorage的話是我們軍藝平台後面用的Data Base 那這邊主要是由我們的後端夥伴在使用的 那Cloud SQL Cloud SQL是作為我們Self Host的Metabase 那Metabase是一個開源的BI工具 那個是作為Metabase來使用的 那跟Data Team比較有關的是GCS Google Cloud Storage 它是比較偏Data Lake形式的產品 那第二個是GPQ Google BigQuery 那這個是比較偏Data Warehouse形式的產品 但是GPQ呢它除了Data Warehouse之外 它也有其他的產品特性 比如說我們來做它 拿它來做Transformation 我們基本上利用 BigQuery的Procedure 來做Data Transformation 我們把SQL Query存在Procedure裡面 然後之後再用排程工具Airflow 來去Trigger這些Procedure做到Data Transformation 但是我們今年也開始導入DBT Data Build Tool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它就是專門來做Data Transformation的工具 那這個我們預計大概在下個月 就可以正式上線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Surfing Data Surfing的話 我們主要是用兩個BI工具 一個是我們剛剛聊到的Metabase 那另外一個就是Google的Looker Studio 那這兩個工具的特性其實不太一樣 那就是說Metabase它的強項 就是它可以在這個BI工具裡面做SQL Query 那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做到Data Transformation 可以做比較大的彈性的變化 但是相對的你在做圖表上的選擇上 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說到圖表的選擇呢 Google Studio它的選擇就會比較多 你可以做比較客製化的圖表呈現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你可能必須得在Data Warehouse 這個階段就把你的Data Transformation 這些的工作給做好 然後再味道Looker Studio裡面 這是這兩個工具比較主要的差異 好 那最後是橫化我們整個Pipeline的 排成工具Airflow 那我們使用Airflow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是用Azure Function 每天固定去開啟我們的Azure Airflow Container 然後這個Airflow它就會進去找說 那它今天要做什麼工作 可能是Daily的 可能是Weekly的 可能是Monthly的 做完之後它就結束Shop Down這樣 非常簡單 OK 好 那再來簡單看一下我們的Data Step 好 那接下來我們聊完了數據驅動文化的建立 還有我們的數據架構 我們要聊一些目前比較在嘗試現在開發的一些酷的應用 然後這邊主要會利用一些Data Science 還有LLM大型原模型相關的技術來實現 OK 好 那第一個是知識結構 知識結構的話其實就想要做到四個字 英才師教 那英才師教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剛剛樣有聊到這個議題 那我們這邊目前想要常用這做 就是以課綱作為節點 那麼來判斷學生的學習狀況 那節點的話也有顆粒度的區分 也就是說課綱 大家最一般常常看的課綱就是顆粒最大的 那剛剛聊到學服 他其實也有自己的學服綱 那這個顆粒度會比較小 那區域裡面的數學老師呢 會再根據這個學服綱 可能去切我們認為學生比較好的學習路徑 OK 那講到這裡 像一開始我們對課綱的想像就會覺得說 誒 這是一個教育專家做成課綱 然後應該是非常循序漸進 非常有線性的一個關係的東西 應該就造成這個脈絡走就好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想像其實是長這樣 中間那個指側的是學生 然後環撞的這個六個紅色的點 是代表小學生的一到六年級 然後這個每個年級又有四大主題 他們要依序學完就慢慢學 那學完之後呢 OK 他們就可以為他們的小學學生做一個 小學生涯做一個Happy Ending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故事永遠都混容順利 對 事實上這個課程是長這樣 就是它不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你可能要先從三開始學 但它的先輩知識可能是四 四你學完又要跳到二 二發現原來你第一個學的要是一 因為像這種非常複雜的關係 你需要花很多時間慢慢去剖析 你可以知道說真正的課綱是長怎樣 真正的學習脈絡可能是長怎樣 而且這個是很難用Rule-based來做到的 所以說怎麼會嘗試用Data Science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目標 OK 那我們目前嘗試的方向呢 是第一個認知診斷 認知診斷基本上就是確認 所以學生現在在哪一個階段的學習內容 比較缺乏 那我們就提供補救教學 那第二個是知識追蹤 知識追蹤其實就是加強版的知識診斷 知識追蹤它會比較面向的是長期的 學習內容的追蹤 例如說在認知診斷 我們可能只能判斷說 小學生在小學一年級 他哪一個學習內容可能需要補救 那我們就補救那一個面向 但知識追蹤我們可能可以Base on 這個學生他在小一的學習狀況 小二的學習狀況 那他到小三的時候 我們可能怎麼安排他的學習 路徑會比較適合他 那這邊是我們目前想要嘗試 解決硬材實教這件事情的方向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 基於一些LM模型的應用 雖然說是基於LM 但事實上用的都是 幾乎都是OpenAI的服務比較多 好 那我們大概可以幫我們服務 切成外部跟內部 我們先來聊聊外部的 外部的話 目前做的是一個Knowledge Management的系統 那我們主要是會 基金會老師來使用 那老師可以上傳他們自己的檔案 那上完檔案之後 自己建成的一個Database 那老師在根據互動的方式 來聊他裡面這些檔案的內容 他可能可以快速的請 他做出載料 然後問裡面的某一個point 該動的執行 然後把他得到的資訊 快速的去應用在教學現場 那這邊用到的技術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很多開源的東西 其實像Lanechain Gradio HuggingFace 這邊都是非常好的 OpenSource Package 跟服務 當然OpenAI是必源的 OK 好 那接下來分享一下 剛剛提到的 這個Narge Management 它的架構 那首先呢 老師需要把他的檔案上傳到 我們的系統上 OK 那經過一些潛出力 就會進到Database 那最後再回到前面 互動的一個Conversation裡面 那Conversation這邊的話 就會主要是由Gradio 剛剛提到的 OpenSource Package 來完成 那Bot跟Database 這種LM之間的互動 就是用Lanechain OK 那最後這整個架構呢 會host在 HuggingFace的免費 Space上面 那HuggingFace這個Space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只要輕輕點一下 它就可以clone一個 新的Space出來 也就是老師可以很快速的 去建立自己 不同的知識管理系統 OK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開發的狀況 目前 有一個Chatbot的介面 那下面的話 就是目前有恢復的文件 老師可以通過這樣的東西 來去做互動 那這個只是一個NVP 我們還在繼續來 refine 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接下來我們在聊內部的 內部的話 我們當然也會想用一個 知識管理系統 那我們的Database 可能就會想用我們的Slack 因為我們常常用Slack 來做工作上訊息的 公布 我的交流 那有時候在查找的時候 不一定能夠馬上找得到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東西 來做為我們的 Morange Management系統 OK 很快的找到我想要的資訊 那第二個就是內容的製作 也就是我們在製作 給學生相關的學習內容的時候 怎麼去用LM的東西 來幫助他們家屬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一些行銷 行銷相關的東西 OK 那這邊這個架構呢 是製作內容 我們想要嘗這個方向 其實 第一個想要加入的 就是我們剛剛聊到的課綱 從課綱回出發 可以讓我們加入一些調味料 像是這個集體的難易度 還有是初級的還是困難的等等 那最後我們會加入一些教育的架構 也就是比較偏教育理論的東西 每一個教育輿論 可能都會希望學生在學習的時候 面向長來一個 然後步驟就是怎麼走 所以這邊就是比較偏 教育這個動面裡面的know how 所以這個架構其實不複雜 不難 技術實現也非常簡單 真困難是前面你怎麼去用這些課綱 或是你要設定哪些變數 還有那些動面的know how 你要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跟這個動面的專家 去溝通 你才可以露出一個真正能夠用在學生 學習上面的細體更加劇的內容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簡單的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我們今天呢有一樣有聊到我們剛剛的軍醫的服務 還有開源的東西 那我們也聊聊了如何幫助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那資料裡面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ok 那為了做到這個目標呢 我們要先把資料文化做好 需要把資料的架構做好 ok 那完成這兩個目標之後 我們有聊一下我們這家庭 目前在嘗試的一些比較負的應用 就是資料科學的東西 還有大型原模型的應用 好 那我們下一步是什麼 當然基本功是必備的 所以我們會想要嘗試完成更好的 更成熟的數據訊號文化 還有更好的數據技術測試 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達到我們剛剛說的 大規模的數據交流 例如說我就是想要拿到即時性的 每一個學生期中考、期末考的成績 那我自己得有這樣的實力 我才可以去跟學校說 想要這樣的資源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大規模更極致性的學生 學習生交評估 ok 那接下來我們又預期開發一些 Streaming Data Service 那希望我們剛剛聊到的 Data Science 他們的Machine Learning的東西 也可以Integrate 到我們的platform裡面作為一個feature 那最後呢我們希望 LM的應用是確實可以幫助 我們其他team的夥伴 來boosting他們自身的業務 ok 好 那接下來是工商時間 我們在9月22到24的時候 有一個AI教育聯會在華山 然後我們的Data Team看起來不錯 但是我們目前沒有Hack Count 所以可以選擇捐幹的話 到我們的隔壁鄰居是軟體Team ok 或是捐幹沒有辦法的話 可以選擇捐款中間這個QR Code 或是也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捐贊到我們的Facebook上面 好 那就是最優點的QR Code ok 好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均勻的散步 不難的事情不做 不能規模化的事情不做 不能發揮長久的影響力的事情不做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兩位的分享 那 現場有沒有夥伴有問題 我詢問 可以直接跟我把麥克風搶走 然後我給你了 然後也可以使用我們的 有開一個Spider 大家可以掃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舉手 可以把麥克風拿過去 就是前面有提到的是 就是你們跟學校有很長的 就是在把民間社的這些教育系統 可以進去學校裡面的時候 你花很多時間跟學校和合 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磨合之前發生的什麼事情嗎 磨合之前 這個可能需要邀請一樣的 再分享一下 嗯 有沒有 好 早期的時候 磨合這個蠻多的故事可以講 那我先講幾個比較顯著的 就是早期的時候我們就學到磨合 那老師其實會很抗拒這個影片 他以為我們是取代他們 讓他們沒有事情做 那我們都要 就這上面已經很少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把基礎建設導入什麼 把Wi-Fi 導入 那個都是很 已經到後面就是很 Easy 的事情 前面就打破老師 老師以及校長的心結 對 那甚至我們還要為了校長 就是說 校長說我們要把現在教育部有要求 他們要把數據上繳 所以你們均衣能不能 我不能講海間學校 但是有校長會講說 你們均衣能不能 Auto-run 就是我電腦架是開40台電腦 然後假裝是學生登入他們帳號 然後一部影片接一部影片幫我run 就是他需要這樣的功能 就是幫我做 就當兵來說就是要做假資料 對 那可是很難啊 就是技術不難 技術真的超簡單的 但是我們良心上就很難答應這件事 可是我們如果要 meet 學校這個需求 就是可以把這客戶吃下來 那我們要不要做 如果今天我是做商業的 我是做在商延商的公司 我就做啊 你們要刷數據 我讓你好角數據 所以你買我們家的產品 可是我們家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在跟學校配合合作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很難的 就是老師有老師的難處 校長有校長的難處 那我們怎麼去克服他這個困難 對 所以我剛剛講這一段 不是說要嘲諷學校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而是均衣怎麼克服這個困難 是我們就 我們人已經夠少了 但是我們就派人註點到他們的學校 說老師你們缺 校長你們缺老師 那你之所以提出這個需求 是因為你們老師 現在還不習慣怎麼用均衣教學 我們直接派三個人過去 當你們學校老師 而且我們先 我就不用錢 就克服做到這麼好的程度 對 那我帶著你們學校老師 當你們學校老師助教 然後帶著學生用 校長是希望學生自動自發 把他學習動力攬起來 然後 所以你的數據就起來了 還是希望我做一個爬蟲工具 讓你的數據飛起來 校長你選一個 之類的 所以 這個中間就很困難 就是說這個決策上面很困難 就是說 我們的資源已經夠少了 還要去幫校長或者老師 克服這樣的心魔 讓他們願意用數位的工具 甚至我們還有做到一點 就是說校長說 我可不可以用 我們是軍迷 我們能不能用其他家的 那你教我們用 然後你註點那三個人 用其他家的教我們好不好 我說好 這樣也可以 反正我們就是不推我們家產品 只要你們學校願意用數位 總有一天你會覺得 我們家產品還不錯 就是中間會有很多這種 很離奇的 我們沒有去現場 跟老師跟校長搞回過 都不會感受到的 居然跟商場上其實差不多那種感覺 對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對 我看一下Style Style提供 你好 你好 我剛有注意到最後你們說 肩蓋的部分 好像說你們沒有開一個職缺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開職 你們有開始修實習生嗎 其實我們實習 這一期的實習已經過了 但老實說我們沒有開職缺 那其實official的沒有開職缺 但是如果真的願意一起來合作的話 其實老實說我們中間都有那種 野生的工程師突然說 我願意捐肝 可是我們說 可是我們不要免費的捐肝 我們要合理的報酬 我們就不會希望說真的是免費的 我們其實不太想拗 工程師的能力真的是很 工程師或是要分析師 或是產品經理的能力都很珍貴 我們不希望大家是為了貢獻社會 所以要免費貢獻 我們還是有這種所謂的 比如說堅持 或是part time 或者是所謂專案制的模式 可以去合作媒合這樣子 所以even是沒有正職的職缺 那我們有很多工程師 以前不是正職 從堅持 然後甚至專案合作 就大家來像談戀愛一樣 我們先當男女朋友 再決定要不要結婚 之類的 但沒有那麼嚴肅 所以even沒有正職缺 或是沒有實習缺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有意願合作看看的話 然後就可以上我們的官網 或是等一下可以跟我 我們可以換一下IG 或是換一下Facebook 那我們要跟你聊了 好感謝感謝 補貨了 我可以看一下塞隆 我們前有些問題 我先回答比較快速的好了 我們大概一個月付給GCP 大概去年大概一個月八十萬 對那今年降到四十萬 是那個效率有增 不是因為人都跑掉了 是因為效率有提升 就是工程師把它優化了 對現在大概一個月大概三四十萬左右 對 然後免費服務吧 我們金貝來源主要分兩個 一個是大額的 我們分大額跟小額 小額比較好理解 就是小額叫做民眾捐款 民眾覺得AZ做得不錯 所以我捐錢給你們 這樣子 大額就是我們會跟譬如說台積電或聯發科 談合作 例如說他們想要現在台積電覺得說 怎麼現在孩子都不學自然科學了 微軟說孩子都不學coding了 那我們就來推這個課程 但是那個微軟或台積電 你願不願意support我們來做出這樣的課程 我們不要你的 不一定要要你的錢 我們要你的這個知識 或者是你工程師願意跟我們共創也可以 這樣之類的 對 所以大概會分做大額跟小額這樣子 那還有那種另外一種經費 叫做從國際上得到的 我們去投稿 或者是去比賽 算比賽好了 得到的一些經費來源 這樣所以是國內國外都有 對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有一些很善心的那種 就是已經退休的這個 像我們創辦人叫做方興宗放大科 他之前就是創辦雷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一家做WiFi的公司 後來賣給聯發科 那他現在幾乎把他的身家幾乎就是 不會不能說全部增加 因為他就是定期定額就捐款給軍藝 所以還有另外一種廣告是 已經退休的這些算是大老闆們 或是大善心人士願意捐款的樣子 好 軍藝有想要做一個學生互相交流知識的平台 好這個 如果有人願意這個 因為老實說剛剛我們看到軍藝 其實本來是走軍藝平台而已 那我身為一個我個人比較叛逆一點 我就說 我就跟我們執行長說 冠偉啊 我們來做一些 我就給他很多虧之意 然後他說你要做嗎 好啊 我工程師呢 我可以自己刻啊 我就把他刻出來 然後他就 反正你要做 他一樣嘛 身為一個老闆 看到員工 不一定員工夥伴 就是我啦 那個火都燃起來了 然後他就自動不會滅掉這個創作的火 所以剛看到肥人職人力平台 或者是Mentor那些平台 其實就是 有一些都是我們內部創業 就是內部夥伴 像內部創業做出來的平台 所以像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現在沒有 但很歡迎大家來提ID了 那一起來共創這樣子 還有嗎 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個很長的 有個很長的 這是哪一個 老師的行政負擔是不是 學校行政負擔 所以你常常覺得 這個字的量對我會有一點多 精神工具或平台 所以新的平台 其實老師很希望一件事情 就這個我稍微跳脫一下 就以老師 甚至我們個人都一樣 為什麼大家想用Google 不一定喜歡 就大部分人喜歡 因為它一戰式 所以老師常常問我們說 你們能不能做一戰式 不要去開發那四大平台 對工程師來說是個很方便的 懂面切分 微服務 什麼的 都是把東西切得很乾淨 那是你們工程師喜歡 可是我們老師喜歡的是一戰式的 就很難 就是我們也想要做一戰式的 但是以工程來說 或是以產品的架構來說 YouTube就是YouTube 然後Google Doc就是Google Doc 然後Gmail就是Gmail 你不會把混在一起 但是 其實老師要一戰之後 我們溝通完之後 有感受到一件事 老師不要新的平台 但如果你把所有新的平台 的服務都串起來 他們就會很喜歡 因為用起來就沒有違和感 就像你在Google Gmail上面好了 你要貼一個 Google Map的連結 對嗎 或者是什麼Google Doc 你要把所有東西 把它互相串一串 其實都有機會 對 其實應該說 軍醫這邊在做 現在在做 除了開到新的平台 我們其實UIUXR 應該是我們接下來的挑戰 就是怎麼樣讓這些平台 互相串起來 很像是一戰式的平台 然後可以互相串聯在一起 老師使用起來 他不像是在 他不像在使用五六個平台 而是他就是很順的 我早上起來 貝克就用A 中午出作業 就用B 然後晚上給學生複習就用C 但其他都是不同的平台 老師用起來就很順 其實應該就是軍醫現在的挑戰 對 確實我們做很多新的平台 對老師真的是負擔很大 這也是我們最近的教訓 所以問這個題目的人 真的是非常有Sense 資料對於學生正面的影響跟運用的展望 一個是我們比較希望用Evidence的方式是Driven我們的決策 我們不希望用直覺式的方式去做決策 但我們直覺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說老師傅的經驗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當有兩個老師傅的時候 A師傅跟B師傅的專業都說我覺得應該要走A 我覺得應該要走B 這時候怎麼做決策 資料這個時候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當學生的學習上面 我們希望說可以更加去爭取導向的去決定 甚至他有時候你一個課堂或是一部影片發下去 做完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這部影片能不能幫助到多少學生 但你說幫助多少學生能量化 你就像YouTube開直播下去流量就出來了 可是那個流量真的是對學生來說有用嗎 他真的有學到東西嗎 這個是需要長久的觀察 甚至你是影片看完要看他做習體的結果 那做完這個習體你下禮拜還要再看一次他做一樣習體的結果 你才會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積在腦袋裡面 那這些東西如果沒有數據去支撐 永遠都是靠老師去支持 那就回到以前的那個時代 就是只有人腦在記憶這個學生有沒有學會 這個學生沒有學會 對老師來說他的人腦負擔也是很大的 那我們希望釋放老師在記憶這件事情交給資料來處理 那只要視覺化或資料怎麼樣的架構都好 但是我們希望釋放老師去背誦學生現在在場30位40位學生的現況 那他可以做更加是人類該做的事情 對不是說現在老師不是人類 而是說他現在做太多很辛苦的事情 那我們想要釋放這個RODY 對然後給老師可以做真的是人類跟人類感情陪伴情感陪伴的事情 或者是解決學生人生困惑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在知識上面的掙扎而已這樣子 對這是我們一個其中一個初衷 對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關係今天問題先回到這邊 那後續因為今天問問問題蠻踴躍的 待會在會後也可以找他們討論 或是怎樣比較言論的方式 對 那最後我們的意思大概就到這樣 那下一場會在2點15分開始 是UniCourse 課程程度的掙扎 課程程程度的掙扎平臺 對 有那個醫生介紹 大家待會見